事前規劃受驗證 歡迎來到這一節財富長城 好 那麼跟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僅僅兩天沒有見面 那麼包含到禮拜六 禮拜天 還有今天禮拜一 還真是令人驚心動魄的週末 對不對 禮拜週末的時候 入股宣佈了 一方面放寬融券 另外一方面到禮拜天 又緊急調降存款準備率四馬 這經過這48小時 大家這個日子已經不曉得該怎麼過 對不對 眼看這禮拜六呢 大家創咖啡戲 看到美國股市大跌 歐洲股市大跌 先是煩惱了一整晚 還好 老師禮拜天 在上個禮拜天 台北演講會跟大家見面 那我給大家呢 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策略 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這一段時間之內 你一定要做好一件事 你一定要做好一件事 在本週 本週 把握本週的什麼 短 這個字是什麼 談 把握本週短談 談當然是反彈的意思 但是為什麼用彈花的談呢 因為它只是短談而已 短談而已 請注意喔 這個是就大盤的部分而已喔 為什麼本週有機會得到一個短談 理由我在上個禮拜 也跟大家已經講過了 從這一天下跌到上個禮拜四 禮拜五 已經是第17天18天 哇 到了今天呢 當你一聽到這個新聞 告訴你說黑色星期五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黑天鵝來了 最後呢 你還是得到什麼 關門放狗的結局嘛 不是嗎 你還是得到了關門放狗的結局嘛 指數到最後 現在是跌了18點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這個重點就在於這個關門 它是會放狗的 從4月10號 甚至於到今天 你要注意 那麼今天 當然啦 這個 個股空單的部分 這個在上個禮拜已經跟各位 報告過很久 包含5505的和望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它已經跌深了 你不要以為它已經跌深了 今天再錯跌停 2439的美率 有沒有比較好 沒有 還是繼續放狗 這兩檔股票 這兩檔股票 我在週末演講會的時候 當然很多朋友 就把這兩檔股票提了出來 因為 當時 包含和望在70幾塊的時候 包含美麗還在100塊附近的時候 他們去聽了 比方說 某某老師 或者說是 某些老師 在那邊告訴他 拉回就是買 拉回就是買啦 對不對 要上看萬點啦 我只能說很遺憾 當然我們沒有結緣啦 不然的話 今天大盤的黑天鵝是沒有出現的 但是 何旺的黑天鵝出現了沒有 美麗的黑天鵝有沒有出現 所以 我們大家以前的 早一點加入我們3D波浪的行列 你今天 你今天啊 何旺 美麗 你是收到這樣的訊息 5505 何旺跌停 2439 美麗 眾錯破底 恭喜會員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在高檔 不要說是在高檔 你就是在沿路低階 沿路低階 沿路低階 何旺也好 美麗也好 那現在你收到的訊息就不是這樣的嘛 你一定收到什麼 會員不必恐慌啊 急殺趕底啊 對不對 這個趕底從70幾塊 一路趕到了40幾塊 美麗從100塊趕到了80塊 哇 20%了 朋友你想想你當初為什麼會去買這些股票 為什麼 你明明知道指數就已經在9700 9800 你為什麼跳下去 回過頭來一想想 老師在這段時間以來 老師在這段時間以來 跟你講的這些 包含3月20號 你要建好就收啊 建不好你更要收啊 已經開始警戒 你回過頭去推一下何旺 在3月20號的時間 你回過頭去推一下美麗在3月20號的時間 當時的價格在哪裡 我們一起來看看好不好 3月20號的何旺在哪裡 導播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69塊4 在這裡 3月20號 你建好就收 你建好就收 聽老師一句話 建好就收 然後 甚至於可以放空賺錢 你到了今天為止 你收到了訊息 你的心情自然就不一樣了 對你來說 這怎麼會是黑天鵝 對不對 這是會下金蛋 金鵝蛋的鵝 好 當然 空單的操作或者是 這個任何股票啦 棋子啊 這個都一樣 並不是說 這個空單你要把它空到沒完沒了 第一個 跟棋子一樣 所有的多空 一定要有一個事先規劃 事先規劃 什麼叫事先規劃 棋子我們常常事先規劃嘛 對不對 事先規劃裡面 你就會得到一個規劃式的操作 在這個規劃式的操作原則底下 第一 當初何望 你不管是買在多少的人 對不對 那麼你在3月20號這一天 老師跟你講見好就收 那麼你就照著規劃 見好就收 買到高的 擦個2毛3毛 擦個1塊2塊 你既然不好 你也要收 這樣子 在規劃操作的情況底下 今天可望只剩下42塊 跌停 自己不在台喔 不僅是沒有關係 而且 你還可以多擔也賺 你空擔也賺 對不對 美律 不也是一樣的道理嗎 對不對 那除了這麼久 他從3月20號以後 他不僅沒有往上 他還咚咚咚咚咚咚慢慢往下 到了這邊一破底 不好意思 我就不要再等你了 對不對 我就不再等你反彈空了 你的破線我就空嘛 這不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道理嗎 這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 對不對 這是為什麼 可能你們老師也是看著新聞去做股票的吧 對不對 2月26號 美律上看140了 外資 刷下去 跌下來以後 跟你說目標價調降到97 調降美律到中等 中立 平等 如果要這樣子 就要代會員 你整期就自己看新聞做就好了 對不對 反正是一樣淒慘 操作你在空點的掌握 波浪空點的掌握 如何去回補 這個我在 我在上個禮拜 演講會裡面已經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講過了 何況 已經擺明了就是一波五波的下跌嘛 你現在沿路買你是買在第三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今天當然怎麼樣 又再來一遍嘛 對不對 又再來一遍嘛 你能不能加碼攤平 還不行 不可以 為什麼 我後面還有一個第四波的震盪 那也只是橫盤震盪 接下來我還有一個第五波再破底 所以對於空單來講 很簡單啦 你在第三波差不多的時候 第三波差不多你就先回補 準備去換標的 準備去換標的 專門空這種什麼 正要起碟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禮拜既然是有機會短彈 大盤有機會短彈 對不對 你前面沒有空道沒有關係 老師還幫你準備好 這種標的嘛 對不對 你還不是可以賺錢 就腦筋轉一下嘛 向前看就好了嘛 這麼簡單 所以行動 其實老師給了各位很多次的機會 每一次的重要轉折 我們也都在節目裡面事先預告 甚至於把大盤的現象 大盤的現象 個股的現象 我全部都在節目裡面 我也沒有自私 我都全部分享給你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希望投資朋友 你能夠經過這一段時間的驗證 你現在知道說 原來股市裡面 投顧老師裡面不是只有騙子 也有這種有實力 公開坦白誠懇的老師可以帶你 那這一課很簡單 今天不需要再驗證 因為已經驗證在你面前了嘛 大地震來 港幻嘛 還是關門了嘛 那個股有沒有放狗 放狗了嘛 而且個股還真的是 何望還真的是跌停關門放狗 對不對 那現在最重要怎麼辦 把握本週反彈 不要忘記 那個彈是彈花一現的彈 彈是彈花一現的彈 把你過去這種驗證你得到 從老師的節目裡面 你驗證你得到了這一些感覺 你把它化為行動 跟我們的助理人員聯絡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絕對來得及 你前面沒賺到 第一 何望沒賺到的 你還有後面 還有接下來 你可以像何望那樣賺的標的 只要你把握 不要再想 越想沒有用 一想一根跌停 一想一根跌停 趕快把握 那麼這個禮拜呢 這已經從3月20號呢 一路講到現在 見好就說到現在 今天17家跌停板而已 17家跌停板而已啦 還不到200家啦 本週短談把握 趕緊跟我們線上的助理人員聯絡 下個階段我們繼續回來 上河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河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102-2781-0909 102-2781-0909 1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大開 海灣城市難得一見的 新江南原林大院 湯泉國際 海灣造鎮 江南原林 山海豪警 台北灣2805-9898 好 那記住了 今天還在關門放狗 今天還在關門放狗 已經17家跌停版 本週有短談的請你一併把握 即時把握 今天景碩有沒有彈給你 對不對 3189景碩有沒有彈給你 華雅科有沒有稍微人家小彈一下 還有咧其他的 我告訴你現在只有17家跌停版 本這個還早 所以你要把握本週這個什麼 接近21天的短談 因為已經今天第19天了嘛 明天就20天了嘛 對不對 那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就技術面也好 你基本面也好 把握還可以逢高空的個股的標的 這是一步 那旗子怎麼辦呢 旗子怎麼辦 OK 3月份 3月中到4月初這一段時間 老師已經在節目當中 用旗子的分時規劃 事先規劃了很多次 因為我怕有的時候我要去講股票 我沒有時間 有時候旗子就沒有時間會漏掉 沒有時間講 所以我都會先畫給大家看 像3月12號 對不對 那時候該做多 你如何在正當裡面 你自己去找買點 還是要跟我們一起找買點 該賣掉的時候 你要怎麼賣掉 第幾天賣掉 對不對 當時在第8天賣掉 這2比220點 對不對 其後還有第2跟羊角的空單嘛 這個是在3月20號之後 第2跟羊角空的嘛 所以你空下去你就會怎麼樣 這樣嚇趴 到了第8天 空單回補 對不對 這一部分也跟大家一筆一筆的報告過 那比較吊詭的 比較吊詭的 上個禮拜我也畫給你看了 上個禮拜我也畫給你看了 這一張還是4月16的旗子規劃 當天尾盤拉的最高 拉的最高 因為這張圖還在12點52分 當天尾盤拉的最高還到這裡 對不對 那當時我在現場畫給你看的 你到現在一看到金金的走勢 你一聽到黑天鵝 你到想到說 哇老師當時是怎麼講的 導播請重播一下 4月16號 那一天尾盤收最高的時候 我們的VCR 你沒有前面沒有做到的 這又是另外一個醞釀點 另外一個醞釀點 如果 它又要再回去盤 它又要再回去盤整 往高檔去盤整 那我是不是要有一個 A B C完再上 對不對 A B C完我再上 如果 這個是一個比較偏多方的策略 如果 那麼它要回過頭來 那也不用急啊 我還有一個 反彈上來一定也會有一個什麼 A B 我還會有最後一波的C 要跌再跌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這個位置點 急不急 不急 你等它看它怎麼樣 好不好 這個還是4月16號的規劃 對不對 那因為當天收了最高 那很多人就想要怎麼樣 開始去追多 所以我跟你講你不要急 對不對 接下來 你等走勢看清楚 是走這樣這樣 還是這樣這樣 你再去決定你的方向 什麼 然後上個禮拜五 4月17號 走成了怎麼樣 走成了怎麼樣 對不對 那不是走到這來了嗎 不當場畫給你看了嗎 兩天前就畫給你看啊 16號就畫給你看啊 那今天下來有什麼好奇怪 要不要下來 那你禮拜五怎麼會多單流昌 怕刺到半四 對不對 要不要下來 到最後不就是這個嗎 不就是這一個嗎 老師 接下來你或者要問老師 這樣子一直關門 收你嫁來收你嫁去 這樣是要怎麼做 我還是那一句重點 門 不會永遠關著 你記住這件事 本周有短談嘛 對不對 這一短談 有幾件事 你要記住 第一個 你當然不是說看到黑天而來了 對不對 黑天 聽到黑天而來了 你想起說老師那時候跟你講的 對不對 還要再沾下去 對不對 沾下去了嘛 你要扛下去 No No 請注意 今天第十九天 那明天就是二十天了 人家是提早二十四小時 提早一天跟你嘎上來 你不臉都綠掉了嗎 不在君子不立為牆之下 你明明知道有危險 你明明知道美律不能低階 那你就去跑去接 你明明知道何妄不能低階 那你就去跑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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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在立於圍牆之下 那你就在立於圍牆之下 對不對 所以廣告時間 還沒有行動的朋友 上禮拜你來演講會 還在那邊想來想去的朋友 今天你又驗證了 你有沒有賺錢 你有沒有收到 恭喜何妄跌停的抠訊 如果沒有趕緊跟我們的線上人員聯絡 謝謝 universities VAN Dför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柜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用分賣期 大陆北国际家具馆 川级三出送 现正实施中 装半天了 到底行不行啊 师傅 还要多久啊 好了啦 这支不用装啦 完蛋了 4% 如適 感谢观看